但反而他们陆续遭到了恐吓 除了法医高大成接到恐吓电话 现在还有立委出面爆料说 助理有接到电话 说有高利贷组头杨炎要处理刘选阳 现在让刘选阳他是精神紧绷 家人更是提心吊胆 我看不惯这样的事情 我看不惯为什么事关要整一个人 敢说直言洪中秋在军中的同袍 刘选阳面对镜头丝毫不畏惧 多次为了洪中秋出面发声 但现在却传出有高利贷组头 放话要对他不利 听到高利贷业者放话 要处理掉所谓刘选阳 这个打电话的人可以感受出 他的神色慌张 甚至最后挂电话的时候 也是挂得非常的匆忙 原来是立委办公室接到电话 一名年轻男子说 刘选阳一直踢爆范左线放高利贷 引起媒体注意 业界已经有人放话要处理掉他 只因为在风头上暂时隔着 电话过程短短三分钟就匆匆挂掉 但却明显看出刘选阳已经被盯上 都会很晚的时候去 那现在就先不要了 之前还没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看你 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电视看过你 你现在知道这个事情看你 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要干嘛 尽管辖区警方派员到刘选阳家中附近巡逻 但他就连出门遛狗都神经紧绷 刘选阳已经不止一次挺身而出 直指军方的内部缺失 把范左线陈以仁给咬了出来 让高利贷族头放话威胁 而他也是继高大臣之后 第二个因为追真相而被盯上的受害者 多云新闻张炯和吴鹏鑫在台中的采访